大家都沒有看錯 我這次又是介紹寶馬的電動車 上次我就介紹了i4的房車 今天我就介紹一款 近來都幾頁滿下的SUV電動車 iX3 如果不想錯過最新的科技資訊 就記得訂閱我們UNY的YouTube Channel 以及按通知鐘仔 聰明的觀眾可能已經發現 咦 為什麼外觀上這麼像一架X3 沒錯 因為它就是沿用X3的底盤 以及X3的內隱 但是要分出它是iX3絕對不難 例如它的腎型鬼面罩因為無需入風 所以它就是用密封式的設計 還有寶馬電動車特有的一款iBlue的襯色 不止在鬼面罩看到 這款iBlue的襯色還可以在寶馬的LOGO上找到 再加上是電動車特有的輕量合金鈴 就很容易分得到 看看司機位 雖然它都是一個12.3吋的傳送畫法EB板 也有一個12.3吋的中控台螢幕 但它跟iX和i4那種一體式的設計是不同的 但我覺得廠方如果在這裏統一整個電動車系的設計就好了 至於車內的資訊娛樂系統就是用iDrive7系統 雖然就未去到最新的iDrive8 但介面操作上都跟iDrive8是差不多 而且它的流暢度都不錯 沒有說有疾的情況 可以透過語音去控制車廂裡面一些設定 例如是導航啊 調教車廂的溫度等等 導航到APM 我應該選這20個項目中的誰 冷氣調到18度 好的 我將溫度設置為18攝氏度 車廂內也有氣氛燈 再配合它的Sport Seat 和一個全景的天窗 車廂內的感覺就更加寬敞舒適了 雖然它是單馬達 後輪驅動 但是呢 也有很多主動適境安全系統去幫助各位司機 例如有前方側面的碰撞警示 客車也有後攝錄和各種感應器的輔助 至於車道偏離警示系統 變換車道警示系統 我就實試過 如果後面有車是來著 你想抽頭出去呢 它和太太就會震一震 有些想鬥力地拉你進來 另外還有一個為長途駕駛而設的駕駛專注力攝影機 用來監察著司機的精神狀況 看一看司機會不會欺負 那開起來又怎樣呢 由於它是較高的SAV車身 比起房車就更容易體位了 但是因為電池的重量 又不會令到車身傾側太多 再加上它的軚盤操控 還有懸掛都可以調校Comfort Sport 以及有一個叫EcoPro的模式 所以一般來說坐著一家人是絕對夠舒服的 買得電動車大家都當然很關心 Range夠不夠 那iX3呢 是有74kWh的電池 以WLTP標準來計算是可以有460km 那充電又怎樣呢 它支援150kW的直流快充 34分鐘就可以差到80% 跟現在市面上所見的電動車快充都差不多 官方表示這個速度大概是10分鐘就可以提供到100km的續航 講開耗電測試 之前有觀眾留言問 可不可以測試停車煲冷氣會用多少電 那我們今次就試一試 我們就停車長開冷氣30分鐘 以它中控台的電量和預計的理程去計算 我們將冷氣調到20度 那出來的結果就發覺只是跌了4公里的續航 不過拍攝當日室外的溫度不算太熱 以及行車的時候其實電會差電 所以我們這個數都只是給大家參考 另外iX3還多了主動式的動能回收 即是它可以因應路況和你調節動能回收力度 我們實試就發現 其實這個設定都頗適合給一些剛剛由有車轉做電車的車主使用 另外就是它在鬧市中開車其實都是頗方便的 有時候它自己偵測到前車減慢 它就會幫你加大回收力度 變相就可以幫你煞車了 而乘坐感方面其實都很舒服的 加上車身高 方便小朋友和老人家上落 本身我會預期它沒有i4那麼靜 但是我們行走觀行妖道這麼繁忙的路段 用Apple Watch的操音偵測去計算 其實都只是有60分倍左右 都算是相當安靜的水平 雖然很多人說 iX3是一輛汽油車底盤改造而成的電動車 就好像沒有什麼特色 但以車價來說 一換一的售價 的確是便宜過同廠的X3 況且它在舒適感上 用料和整個造工都可以保持到一貫水準 如果你本身是想買一輛汽油車的話 這個價錢你會不會考慮一下這輛電動車呢 本身我落科技 阿倫華.hk 好